好 咱们先来看一个这个 四族的这个动物的一个绑定 这是一个下载的一个狮子模型 它有了一段动画 有一段动画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绑定方式 它有一个骨骼 它有一个骨骼 它用的 它这个 这个骨骼是用的这个 传统的就这个skin 用了这个来绑定的 传统的刷拳中 来绑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效果 好 然后这个动画效果 其实你要是 这样一看的话 感觉还 感觉就还可以了是吧 还可以 如果你没有对比的话 那么这可能在十年前或几年前做成这种效果来就已经是不错了 就就就差不多可以了 啊 好 然后呢 咱们再看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好 这个 这个动态 这个是一个 这一把 解算的一个 皮肤 这个动态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 看一下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肌肉效果 啊 就跟那个就不一样了 是吧 它这个肌肉 你看你会感觉到它这个 这个里边 这个皮里边 它是有东西 是吧 它是有东西的 这感觉里边它是有骨骼 然后有肌肉 然后带动外边那个皮肤 外边那个皮是包在这些组织上面来运动的 是吧 你能感觉到这么一种效果 啊 包括这块啊 它的那种皮的那种撑扯的那种感觉 是吧 对 啊 包括你看这块 是吧 然后我把这个 啊 这样 这样 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效果 啊 这两个对比一下 一对比就出来了 你看这个 它感觉好像就是 这感觉好像就是有点软 是那种 感觉是那种能伸缩的那种 感觉是像皮 像皮的那种感觉 啊 这这种 你看这还能伸缩是吧 但是这个 你看这块 这块 它就感觉是那种皮 它感觉是 真是那种皮 尤其是它那个 你看 它那个前腿 这块 就是那个腋下 这块啊 这块 那种皮 那种撑的那种感觉 还有那种颤抖的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还有这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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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肋骨 这块隐约的能看到这种效果 是吧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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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肌肉 模拟的 它所能达到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没有 这个只是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运动 是吧 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运动 是吧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个效果 再看一个效果 好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这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连这个皮肤上 这些皱纸 全都给模拟出来了 看到了吧 这个 这个运动 这些皱纸 看到吗 这个就 这个就相当于 比那个 刚才那个 要更高级的一层模拟了 刚才那个 只是一个 限于一个肌肉 里边感觉是 有用肌肉骨骼 那种动态 那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 这个比那个 又高级了一块 它连那个皮肤上 这些皱纸 这些褶子 这些都 模拟出来了 看这块 这种感觉 这种 沉澡的这种感觉 是吧 那就更感觉 像这种 皮的那种感觉 是吧 感觉是一层 真的是一层皮 包裹上 一种筋骨皮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肌肉系统 能模拟出来的一个效果 对 这个 当然这个面数 是要高一些 这个就是它的面数 就是这样的一个面数 看到吧 这样的一个面数 你要实现这种细致的 这种 这种 皱纸的效果 你肯定是要把这个 面数要 增高的 对吧 肯定是要增高的 就跟你那个 ZB是一样 你要刷更多的细节 肯定是要把面数 系统能更高一些的 是吧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解算 别看面数这么高 你不要被他吓到 但是他解算 其实还是很快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并不是说直接从肌肉 那块模拟出来 他是从刚才那个 刚才 刚才这个 他说从这个 你看这个 是刚才那个 他这个面数就稍微的 稍微的低一些 稍微的低一些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面数 这个仅限于是我把里边的 一种肌肉 大块 这种肌肉 组织 把模拟出来 但是 因为我想 更高一级的模拟 你要把这个 细分一次 就细分一次 就是刚才那个效果 刚才那个皱褶的效果 那个就是 在这个基础上 又模拟了一次 又模拟了一次 我们要先把这个 模拟好 然后 然后再把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模拟出来 再模拟出这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效果 它是建立在刚才那个之上 所以这个模拟 它其实还是很快的 没有那么想象 我们不要看它面数那么高 实际上它其实还是挺快的 那么这就是 我们的这个 肌肉系统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再来看一个人的 再来看一个人的 这是我上次 第一次直播里边 演示的那个 一个演示 这个演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男性 他在这个演示 那么这次 我又做了一个 又细化了一个 这种 可以把它解算成 也是那种皮 都可以出来的 这种效果 大家可以看 你看到 这个就跟刚才那个 狮子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就是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 可以制作什么呢 做那种 那个 老头 是吧 那种特别瘦的那种 老人 皮包骨的那种 皮肤都已经 这很松弛的那种效果 这么一动 然后那个 皱纹 皱纸都出来 那种效果 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 后边这种感觉 你就会看 你就会感觉到 它这个里边 它是有东西的 是吧 有东西在里边动 是吧 有那种骨骼 肌肉 那种组织在里边 你看 在里边动 然后外边 这就是一层皮 是吧 外边真的是 包了这么一层皮 筋骨皮 骨骼 然后肌肉 脂肪 最后外边包了这层皮 这层皮在 包裹这层组织上 在运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 视频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皱纸 这都是肌肉 都是这个肌肉系统 能做到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 实现起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它的面数 就是这样 这种面数 我觉得其实 按照现在的动画制作来说 这个面数 并不是特别高 并不算高的 你看现在 国外的那些 那些电影里边 那些角色 动作都是非常密的 那个面 上百万的那些面 因为他们 都是操纵那种 上百万面 那种高膜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东西其实和 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做 因为 不管你是做这个 男性还是做女性 它 全部都是一样的 它这里边 这种方法 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学会了 这个 你只要做出一个来 其他这些 它的原理 它的用法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形态变了一下 然后那里边参入 可能变了一下 方法都是一样 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肌肉的 这样的一个展示 它就可以做出 这样的效果来了 这个 这个非常的强大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再给大家看一个 再给大家看一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绑定 传统的一个绑定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转一下这个胳膊 转一下这个胳膊 好 那么它这个肩关节这块 实际上它就有 有一个变形了 是吧 那它这块变形 实际上它是怎么 怎么去做的 它是怎么去做的 它是这样 你看 它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blend shape 它是通过这个骨骼的旋转 来驱动这个blend shape 做了个驱动关键 这样来实现这种 关节处的这种变形的 这种修正 如果没有这个blend shape 的话 那它这个关节就没有办法去修正 单独靠刷权重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修正 没有办法让它这个地方变形 能够正确的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轴关节 我这样一旋转 它这个blend shape就起作用了 这个关节旋转驱动这个blend shape 那如果没有这blend shape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吧 那么要有这个blend shape 就是这样 它就是在驱动这个 驱动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驱动关键针 那么它这种方法也只能是 对于这种关节部位的一个变形修正 就仅此而已 再想做出其他动作来的话 就实现不了了 那它这个功能 实际上就是在这里边 在从蚂蚁2017版就开始增加了一个这个 Pose Editor 这个就是做这个的 PSD 这个就是那个迪斯尼的那家工作室 动画工作室 做那个风光动物城的那家工作室 开发的这个技术 叫PSD嘛 这个Pose Space Deformer 姿势空间变形 PSD 它不是那个Photoshop PSD 都是这个字路空间变形 实际上就是用这个谷歌 关键的旋转去驱动这个Pose Shape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这样 好 好 然后咱们再看 再看一下这个诗的这个吧 看下诗的这个 这种效果就实践起来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会不会讲建模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 课程的这个介绍啊 课程介绍 好 这个虚拟角色动画MA特讯营 好 我们看这个特认介绍 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宣传片 宣传片 那么这个 这个技术实际上在现在这种虚拟角色制作里边是 就非常常用的 非常常用的 你看这种虚拟IP是吧 就是那个 做一个这种三维CJ这种人物放到那个微博上啊 每天就更新 就那个虚拟IP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 像周杰伦演唱会的那个邓立军 还有那个初音未来是吧 啊等等 这些都是这个 同样的技术 虚拟角色 虚拟角色 他这个东西放在电影里边 他就叫这个 Digital Human Digital Character 这个数字 人类是吧 放在这个舞台上 放到这里边 放到演唱会上 或者放到这个 那种实时主播里边 他就叫这个虚拟IP 虚拟角色 实际上就叫法不同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技术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放到了不同的地方 他有不同的叫法 不同的名称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ZEWA的前身T数 VITA工作室开发的一个T数系统 ZEWA前身 他这个后边VITA做的这些角色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T数来绑定的 那么霍北特人啊 这个 圆梦巨人啊 还有这个 星际特工 千行之城 这些全部都是 只要是这个东西 它是 它是这个 它是一个 这种 有筋骨皮 有肉的 一个生物 有机的 这样有机体的 这样一个生物 咱们都可以用这个 肌肉系统来模拟出来 都可以这么做 只要它是一个 皮肤 它是那种软的 有机的 那种生物 你别弄一个那种硬的 机器人 那肯定是 那个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是吧 只要是软的 这种 有肌肉 这种生物 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 而且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肌肉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 ZB里去 雕刻的 它这个东西是 是可以这个 随心所欲的雕刻 这样的话 我们灵活性就非常大 非常大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课程大纲啊 刚刚那个问题啊 这个 首先这是一个 全流程的课程 全流程的课程 每一个环节 几乎都是从 零开始讲解的 因为我们有一些学生 他是基础稍微差 或者没有基础的 我们要照顾这些学生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讲解的 我们最开始的是这个肌肉 肌肉解剖学 建膜啊 骨骼 肌肉啊 然后到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 身体的这个模型 皮肤外面那层模型 然后再到服装 再到服装 服装 然后后边是毛发 然后后边是这个身体的材质 最后到这个 接完的这个模拟 然后又到这个服装的模拟 最后到毛发的模拟 这是三种模拟 这个一个 做这个VFX 影视这种角色啊 这三种模拟是必须的 必须的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逃避的 是必须要做的 你如果想做出这种非常好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角色来 必须是这样来走 必须是这个流程 都要都要动力学模拟 课程啊 从模型开始 因为你要用ZR绑定的话 你首先要能把这个模型建出来 对吧 你首先要把肌肉股这些东西建出来 你才有东西能模拟呢 对不对 如果不建这个东西 那我说 我用一个球放在那 我也可以讲我干这个球啊 就是个肌肉啊 怎么怎么动 怎么怎么动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你说这个课程有什么意义 那还算得上是什么课程啊 是吧 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要 把前面这些东西要 都要了解 都要从头来做的 肌肉你要做出来 然后你还要动作 你没有动作 你怎么 你的肌肉怎么动啊 是吧 你也把动作处理好 都架 骨骼都架上好 这是你肌肉模拟的前提 你要把这些前提都弄好之后 你再做模拟 你才能知道 这东西是怎么怎么回事 它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 一步一步都是贯穿 从头贯穿到尾的 你要了解 你要把前后 都了解 你才能做好 你才能把这个肌肉做好 把这个模拟做好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咱们这个 宣传营后边 咱们一些 这个 特写上的保障 还有一些 这个福利 多种学习形式 咱们主要是在线 答疑 主要 QQ 群 QQ在线答疑的方式 还有一个是直播答疑 直播答疑的话 我们是每周的这种直播 来进行这种给学员的那种问题的答疑 然后这个作业检查打卡 也要每天24点前 随堂作业 这种打卡制 然后还有全方位作业辅导 讲师加助教加办主任加组长 这些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奖励 我们的奖励 那个奖励就是我们的一个福利 我们最后的一个 一个一个 奖励制度 那么这奖励制度就是这样 我们按理最后的这个作品 我们会分为前三名 前三名会评出这个三灯甲 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反学费 反线 反级学费的50% 第二名是25% 第三名15% 这样一个福利 我希望 我希望报名的学员 你们最后都拿出非常好的 作品来 都去争夺这个第一名 我希望你们就这样 所以这个是咱们这个训练员的一个福利 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去学习 去上进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这个课程 课程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肌肉 建模 肌肉建模 我们怎么样去 把这个模型建成 这肌肉模型建成 咱们在ZB里边去建 那这个模型 我会 我会在课程里边讲解什么呢 这个模拟用的肌肉 它怎么建 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ZB雕刻 叫你做肌肉 它都是做那种展示用的那种肌肉 刷的很细是吧 那种肌肉是不能用来模拟的 模拟的肌肉咱们怎么建 咱们不是说 必须要按照真实的建 不是必须按照真实的建 咱们要根据这个需求 把它分块 你看咱们人的这个肌肉都是 一条一条一个纤维组织 那么长的吧 这种胸大肌肉一条一条了 是吧 咱们建的时候某一些地方 咱们不需要把它这一条条全建出来 咱们是需要 把一部分肌肉做成一块 这个是根据一个项目需求和模拟的需求来定的 这个呢 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划分这个肌肉 哪一些部分 这些块肌肉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块来模拟 那么哪些地方 我们就需要按照现实的去做成几块 这些我都会讲 这个就是肌肉的模拟 然后这下边这个 还有这个骨骼的 骨骼的这个绑定 然后还有布料的模拟 布料模拟 布料模拟我们是用Colos Colos进行 MD MD的话 因为MD这个 MD虽然它有 它的这个模拟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它很可惜 因为它 在这个和玛雅这些三位软件 它缺少那种关联 它缺少后期的那种关联 所以这点也就注定它不能够 变成一个项目模拟 项目服装模拟的一个软件 它只能是作为一个前期建模的一个软件 就跟ZB一样 它是一个建大型的 ZB刷什么形体 刷什么人物啊 什么生物 这些东西的是吧 那么这个MD就是做衣服的一个大型 反正我们做完的这个衣服的话 它需要导出去 然后导到ZB里边 重新布线 重新再调整它的形态 然后还有加厚度 所有这些 那么我们做完这些处理之后 这个形状已经变了 那它是没有办法再去导回MD里边 再去进行布料解算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布料模拟是用Colos Colos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模拟的一个布料模拟的一个插件 它非常的稳定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优异4的话 同样会讲解这个从基础讲到这个动画抖入 然后还有这个材质的这个角色 高级角色材质 皮肤 眼睛 头发 这些 这些材质的这种效果 都会 都会给大家讲 怎么去做 然后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这种灯光 灯光 最后讲到这个高质量的动画输出 高质量动画输出 然后这个 还会在这个直播课里边 直播课里边讲解一些蓝图上的一些功能 还会讲解三种 除了MIC缓存之外 还会额外还会有两种布料的解算方式 两种头发的解算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个游戏角色的一个导致 既然讲到这个优异4了 那就讲到优异4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动画 那就不能不说一下它实时的一些东西了 对吧 所以说在直播课里边会有这种 这个游戏 证明游戏的这个这样的这种角色的讲解 怎么用全谷歌绑定的方式来实现游戏的角色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蓝图属性 比如说驱动 用这个骨关角来驱动那个材质 实现那种动态咒纹的效果 它是用在蓝图里边这个驱动的 这些会给大家讲怎么去驱动 皮肤材质肯定是讲的 优异4 优异4这个材质主要 这个驱动主要就是讲解优异4的角色材质这一块 皮肤的3A材质都会讲 眼睛的那个材质 我第二次直播演示那个眼睛的那种假折射技术 那个都会讲 都会讲 然后还有这个头发的这种头发的头发的材质 实体头发的材质怎么做 那种贴图的那种材质怎么做 用它里边那个PBR Hire那种Shader去做 然后还有衣服 衣服一些其他的附件一些材质 这些都会讲 就一个高级角色都会都会讲到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训练营 整个这个训练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安排 课程安排 Ziva其实就是这两个菜单 他没有他没有界面 就这两个菜单 一个Ziva 一个是Ziva Tools 就这两个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往往很强大的东西 他的界面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你看那些越是那种界面 花里胡哨那种东西 越是那种复杂那种东西 他那个性能往往都不怎么样 你可以去看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这两个界面 就这两个菜单 这里这个这两个菜单里边 就涵盖了所有的 Ziva的这个功能 涵盖了所有Ziva的功能 你看就就是这么两个非常简单的菜单 然后他就能做出这样的效果 实际上也挺神奇的啊 这个这个问题工作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一下 问一下科夫老师啊 这个东西主要看你自己 你如果说学的好 你的作品做的特别好 做的特别棒 哪个工资都会抢着要你 对吧 根本就不用去别人给你介绍什么工作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这个东西其实完全在于自己 其实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你去哪 你去哪去面试 人家 首先人家根本不看你的学历 对吧 学历都不看 你是什么初中生或者研究生人 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拿你的作品 看看你的作品到什么程度 你能做到什么效果 是吧 要看这个 只要你的作品好 你绝对是不愁找不着工作的 工作就会来找你 做什么工作 这个就看你 这个就看你的这个兴趣 想往哪方面发展的 看你的兴趣点在哪 你比如说你要是想做绑定 比如说你对这把这个有兴趣 我就是想往这个肌肉绑定这方面发展 那你就把这块以后好好研究 好好练习一下 多做出点这种作品出来 然后这个 以后进公司的话 那就进绑定组 就是绑定部门 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个优异色 或者优异色的材质的话 那你就装作优异色的材质以后 进优异公司做材质就可以了 做实质质 喜欢键膜的话就可以往键膜组发展 对吧 有马亚动作怎么跟这把结合 这个都是课程里的内容 这个是课程里的内容 动物数据的修饰机整合 这个就是告诉你怎么把你的这个动作 怎么把你的动作去 怎么把你的动作去放到这把上 其实你的动作你的动作实际上是加在骨骼上的 动作是加在马亚的那个骨骼上 然后骨骼带动肌肉 最后你的骨最后它那个肌肉是怎么做 完全取决于你的骨骼 比如说你做一个动物 你的骨骼是这样架设的 那你的肌肉就要这样 就就直接要这样去按照你的骨骼去走 对吧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说用肌肉系统的话 你的绑定用的骨骼 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最后最高级那层 你一定要控制那个解剖的那个骨骼 最后是要控制那个呢 你不要去瞎做 这个东西我到时候都会讲 你如果有一套动作怎么把它 怎么把它这个倒过来 就是怎么把它处理完之后 然后变成这变成我这个能用的这个动作 这个在课上也都会讲 在这第七章动作捕捉数据 以及修饰动作捕捉数据的修饰 以及整整合这里都会讲 这个HIK系统是二组的 然后这个直播课里边会讲四组的 这个都是这个这个东西都不是 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某一个 这块就不能不能改的了 这都是可以互相联通的 都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可以互相联通的 这个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不要担心 这个系统需要刷全众吧 这个不需要 这个是一套全动力学的系统 他不需要刷全众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刷全众的概念 他没有刷全众的概念 全动力学的 所以说可能对全众有抵触 或者说不擅长刷全众的 学员们这回有福了 完全没有全众的概念 不需要刷 会非常非常颠覆你们的这种 传统的绑定概念 全动力学模拟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壶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壶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